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张艺兴热恋 月底公开恋情,张艺兴最新回应。 最近一段时间,娱乐圈闹得沸沸扬扬。 纪郑爽事件后,华晨宇中枪,被曝有女。 一时间,娱乐圈人人自威,好多明星出来辟谣。 有网友出来爆料,三字顶流男星和二字顶流女星热恋中, 二人打算月底官宣公开恋情。 顺藤摸瓜的网友找到了这两个人,三字张艺兴,二字杨子,都是顶流,全对上了。 之前曾经爆出华晨与张碧晨生子的博主,也曾提到过这两人的恋情。 再加上杨子最近经常分享甜蜜蜜的歌曲,很多粉丝感觉杨子真的是在热恋中。 很多网友就纳闷了,杨子不是和张艺山在一起吗? 当然,那只是好多人的一厢情愿。 杨子和张艺兴其实也不错,而且两人年龄也不小了。 正当大家想送上祝福的时候,张艺兴方率先跟粉丝们打招呼,说张艺兴目前还单身,请粉丝们擦亮眼睛。 随后,双方工作室回应,均称自己的艺人都还处于单身状态,谣言瞬间就被击破。 杨子工作室还不忘借机宣传一下杨子最近动向,称杨子会尝试更多好剧,让自己忙碌起来。 据悉,杨子之前和秦俊杰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 不过,这段感情仅仅维持不到两年两人就分手了。 而张艺兴自从国外回来后,一直都没有传出过绯闻。 有网友爆料张艺兴之前,有过一个女友视圈外的,只是一直没有公开。 这两人真能在一块还是挺好的,门当户对狼才女貌。 只是小编还是看好杨子和张艺山在一起,请原谅小编的耿直,你怎么看? 十位地道的北京美人,论颜值,杨子排第二,第一不是杨密厄。 娱乐圈有很多性格各异的女明星,她们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标签, 不过在网友们心里还是更习惯将她们做地狱划分, 湖南女星能说会道,四川女星热情大访, 而在地狱划分中又不得不提到最具代表性的北京女明星, 她们凭借直爽的性格获得了很多网友的喜爱。 今天就为大家盘点一下十位地道的北京美人, 论颜值,杨子排第二,第一名不是杨密厄。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北京不仅盛产美女, 还盛产女明星,这些女明星大都独立自信, 极具个性,各有各的美。 第十名,张子轩 说起张子轩大家可能都以为她是上海人, 因为与陈赫结婚后她就一直生活在上海, 但其实张子轩从小就是在北京胡同里长大的。 颜值方面张子轩自不必多说, 很小的时候就为瑞丽杂志担任模特, 看上去乖巧可爱,与陈赫结婚后产下一女, 如今一家人生活的也是幸福美满。 第九名,李小冉 李小冉皮肤白皙,长得很漂亮, 看上去非常温婉,演技也在线, 不过一直属于细红人不红的状态。 虽然外表看上去非常柔弱, 但是李小冉的骨子里却是一个妥妥的北京大妞, 直来直往,说话不喜欢绕圈, 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李小冉在微博上与粉丝互对, 赵宝刚导演就曾说过, 如果李小冉改下性格,一定会比现在红十倍。 第八名,徐静磊 徐静磊是娱乐圈出了名的才女, 会演戏会拍戏还写的一首好钢笔字, 事业上顺风顺水, 但是感情上却一波三折。 不得不说徐静磊真的是一名非常有性格的女演员, 与男友黄丽行相恋八年却至近不婚, 两人婚姻关一致, 所以感情也一直维系得很好。 第七名,高圆圆 高圆圆是娱乐圈公认的美女, 很多人说她是极甜美, 温柔,端庄, 知性未一身。 她很优雅, 也很低调, 笑起来非常有感染力, 也很有辨识度。 与丈夫赵又婷结婚后, 高圆圆逐渐减少了工作线少在媒体面前亮相, 不过不论是出席活动还是机场, 高圆圆的造型依旧那么优雅得体, 完全看不出已经快40岁了。 第六名, 刘诗诗 第一次看到刘诗诗诗在《仙剑三》中, 龙奎妹妹一亮相就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剧中的刘诗诗带着一股出尘的美, 看上去仙气飘飘, 虽然不算惊艳, 但让人难以忘怀。 无论是在剧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 刘诗诗总给人一种淡然自若, 飘然出尘的感觉, 看上起非常的优雅端庄, 干净大方。 第五名, 许晴。 真正的美与年龄和着装无关, 而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光芒, 这句话用在许晴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在很多人眼里, 许晴是个非常任性的女人, 50岁了还把自己当成小公主。 不过虽然已经50岁, 但许晴的颜值依然在线, 肤白貌美, 状态好到令人羡慕, 根本看不出像是50岁的人, 肆意洒脱, 不为外界改变, 活得确实就像是一个精致的小公主。 第四名, 王妃。 说到肆意洒脱, 很多都会想到王妃。 其实王妃并不是那种第一眼就让人觉得惊艳的美人, 但是她身上那种清冷的气质却默默地吸引了很多人。 王妃成名是在香港, 所以她的粤语讲得很好, 以至于很多人都觉得她是香港人, 但其实王妃骨子里那种北京大妞的气质还是非常明显的。 第三名, 杨幂。 杨幂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快人快语的性格与浑然天成的北京腔让网友对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杨幂五官精致, 少女气息十足, 32岁了颜值依然在线。 很多网友喜欢杨幂除了因为她塑造的经典荧幕角色之外, 还有就是她古灵精怪的性格, 对人的时候也显得特别可爱。 第二名, 杨子。 很多观众都是看着杨子长大的, 这些年杨子出落的月发水灵, 虽然长相不算是特别惊艳的那一类型, 但是身上却有一种灵动的气息。 杨子的演技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不管是去年的香蜜还是今年大热的亲爱的杨子给让大家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杨子。 今年杨子也开始转战大荧幕, 连续揭拍了两部电影《期待小猴子的大爆发》。 第一名, 关小童。 作为童星出道, 四岁半就开始拍戏, 一直被称为国民闺女, 但是熟悉关小童的人就知道她其实还有一个称号就做京圈小公主, 虽然说关小童现在还只有20出头, 但是作品已经算是在《童龄的小花》中遥遥领先的了。 看了这十位地道的北京美人, 伦颜值, 杨子排第二, 第一名居然是关小童。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